好好睁开你们的眼睛看看 看看你们面前站着的 哭的都是什么人 他们是你们的妻子 你们的老妇和慈母 还有你们的孤侄姝伯兄弟 可是他们现在要死了 要被活活地饿死了 因为你们的大王和丞相 不顾惜他们的性命 烧了他们赖以为生的口粮 要活活地饿死他们 我知道你们都是燕国的好儿郎 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 可你们不顾生命所求为何 不就是盼着父母安好 儿女还似身边吗 可你们的王 现在要亲手杀了你们的血亲 这样的人不配你们誓死相随 这样的人不配做你们的王 没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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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这些蠢货 你们不要相信那个丑八怪的花言巧语 你们被他蒙废了 天亮 你们当中有齐国的奸细 二王 你个混账东西 你连老子都不认了吗 爹 爹 你怎么来了 我娘呢 你娘 你娘为了生口粮给你两个孩子 活活被饿死了 闪开 张统领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 我在迎接我们燕国的百姓进城 你 你没看到后面的大齐军队吗 杨统领 他们当中 有我们的父母亲儿 兄弟姐妹 你要阻拦他们进城吗 我们要遵守大王命令 关闭城门 联防大齐军队进城 闯关者 杀无赦 姚统领 你难道真的要让我大燕子民 自相残杀吗 乡亲们 随我进城 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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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寡人重用此之 无怨无悔 只可惜啊 可惜这帮百姓乱民 他们不懂寡人的良苦用心啊 竟然打开城门 放了那逆女进城 还有我那不成器的 不成器的太子 寡人已丧失人心至此 无言再苟活于世了 子智 是寡人不好 是寡人对不住你 还请你令谋明君吧 最后寡人有个请求 帮寡人照顾好爱妃 还有你自己 儿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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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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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